你有人才 你有任何的东西 可是假如你定位做不清楚的话 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里 一开始当然股权这边的概念 基本上不是很清晰 因为我们没有很真正的去探讨 这个股权到底是不是对一个事业这么重要 一开始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做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出发点 就希望把事情做好 一开始两个股东而已 然后接下来马来西亚的伙伴就出去了 因为我需要把外资带进来 所以现在变成我是唯一的股东 再加上当然Kuku是我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这间公司算是一个JV Joy Rancher公司 股权就是代表它股份跟权利 股份基本上我一直都觉得说 股权它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股份跟权利可以分开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股份就等于是一个权利 非常的幸运的就是我的那个韩国朋友非常相信我 所以在权利上面 就是在整个运作方面 在整个策略方面 就是我这边讲的就算 当然假如是股权不清楚的话 这样在权利上面 我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企业当然我希望说它是永远久久 因为这个是企业的一个理念跟企业一开始的信念是这样 可是是不是传给我小孩子我就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说 管理人跟管理人它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可能我接下来两年过他们觉得 你说你不适合了 因为你想的东西可能有一点比较老旧了 你完全没有creative了 这样找一个CEOOK啊 可是只要我还是owner就OK了 所以我觉得企业一定要长长久久 一定要以永续经营的一个模式来经营 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个定位做得非常好 只有定位才有办法能够找差异或 我们要找differentiation 这个differentiation才有办法能够让消费者 或是让我们这个团队他们看到我们